大家好,我是韩国人,我们是打假汉讲的 然后在今天韩国人还是持续跟大家聊聊这个孟晚舟的事件 孟晚舟当时回来的时候,新闻就写 孟晚舟政府包击反国的时候 他的感言就是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 其实你今天看到这句话 在看到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被美国沾染之后 尤其前阵子发生的这个阿富汗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分析非常多的这个美国过去 对于各国家一些的这种暴行 那我们今天特别找到我们的陈老师,陈老师哈啰 大家好啊 因为陈老师今天对于孟晚舟的议题 他突然想到过去有从历史的角度看 也有一些国家他们是更惨的 因为我们在这几天我相信陈老师应该看到孟晚舟的议题 大家都是在谈论什么 就会想到这几年发生的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2013年的法国的阿尔斯通嘛 那阿尔斯通是法国非常重要的国宝企业啊 是全世界第二大轨道还有能源公司 在中国大陆香港甚至在台湾 韩国人也找了资料啊 有关的就是台北捷运 然后他是提供积电系统通通包啊 所以啊这家那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轨道能源公司啊 在美国的指控啊 诱骗该公司的电力部门主管 到美国啊一下飞机就逮捕啊 一逮捕就关了五年啊 美国的压力啊铺天盖地阿尔斯通 抵抗了一年放弃法律的这个研究啊 最后怎么结束的呢 就是美国的通用电力啊 就是最近美国抢走法国12条潜艇订单的这个最大受益者啊 向阿尔斯通啊提出并购电力部门啊 那法国政府啊当时就同意了 然后啊当时被抓的这所谓的阿尔斯通的高管 帖鲁奇就被释放了 但他的事业也因此结束啊 所以啊代表法国放弃 原就阿尔斯通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的通用公司大摇大摆 吃掉这个法国的国宝 但是啊唯一的不同就是啊 华为并没有被美国所谓并囤 但是前阵子却是发生什么 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套路嘛 特朗普专普时代 当时禁止所谓的华为5G 然后拉拢这所谓的民主同盟 最有名的例子就像英国啊 当时也说他不要用华为的5G嘛 真的你会看到一个土匪的国家啊 嘴巴的民主自由啊 再去破坏民主自由 然后再破坏市场的自由 不断去垄断别人国家 辛辛苦苦打拼起来的企业产业 因为这几天很多人都在说什么 大陆的媒体就说孟晚舟回家了 日本的网民啊 就说如果当年日本也能像中国大陆一样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样是什么 也就是当时的东芝这家公司嘛 这个讯息都是算是大陆环球网去报道的嘛 所以有些小绝情又觉得 嗯真的吗 日本人有觉得羡慕吗 有觉得孟晚舟回来 因为孟晚舟当时是无认罪的情况 顺利的回到中国大陆 而且根本没有失去他任何的利益 当然啦他被关了三年啦 真的这件事情 让日本人会突然想到东芝 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羡慕嘛 所以韩国人也特别去打假一下 说到底今天是大陆 就像台湾 有时候一直很爱去截取大陆的这种微博啊 讨论一些事情 就说小粉红崩溃啦 有时候我们就判定就是什么 是不是他们自己反串 所以今天大陆媒体大量报道 日本网友羡慕 是不是大陆去反串 我今天就来看了这个日本的这个news 就是他们的yahu 看他们尤其在孟晚舟 这个中国大陆红毯欢迎室 这则新闻啊 我下面看到非常多的日本网友对我留言 第一则各位朋友就是什么 他就写啊 东芝事件时的日本政府 与这一次的中国政府的区别 以及保护人民意愿变得清晰起来 中国政府打了一场 彻头设为保卫人民的抗战 但是啊日本政府啊轻而易举的投降 当时的国会议员都没有提出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开始承认中国的实力 这不是中国外交的胜利嘛 各位朋友 这可不是这个大陆的官媒去截取的网页 因为我知道大陆的官媒 有去截取一些这个日本他们 一些新闻下面的评论嘛 那我今天是随便挑了一则 就是跟孟晚舟有关的 那现在日本很多媒体 都在大量报道这个孟晚舟的事件 所以开始有人名就开始去思考说 为什么今天中国大陆可以做到 顺利的回到所谓的中国大陆 然后中国大陆并没有跟美国 是签了一堆不平等的条约 只是放了这所谓加拿大的两名的这种 现在很多人说是间谍啦 有点像是利益交换 但是也有人说这是拜登政府 跟中国大陆释出的一些善意啊 像东芝之前的这个事情也非常简单啊 因为当时日本半导体啊 东芝日利和山林等代表的日器啊 成为美国英特尔的公司 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啊 眼睁看日本在半导体领域这个占据啊 统治的地位啊美国就开始下这个黑手 他们以啊涉嫌充当间谍窃取技术为由啊 逮捕了日利及山林的员工啊 又对东芝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 庶民的东芝高管被捕然后辞职啊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啊 东芝许多核心资料落入美方之手啊 日本的一再退让使得美国更加肆无忌惮 他们被逼迫啊日方签了这个所谓 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啊 那然后在美国种种的操作下 日本丧失了半导体技术的专利啊 曾经辉煌的半导体产业啊 几乎被击垮 看完这个诶 诶陈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跟阿尔茨同都差不多 对不对 对啊其实都是用一个好像欲加之罪 然后长臂管辖 其实基本上你看它的脉络大概就是这样嘛 然后就开始拉这所谓的盟友 诶你要不要下注啊你要不要挺我啊 就开始拉人拉帮结派 就是一种黑帮的概念 所以啊我今天想问问这个陈老师 虽然东芝啊还有这个所谓阿尔茨通啊 你都听完他们的故事啊 其实跟孟晚舟都差不多 但是孟晚舟顺利逃脱 但是我刚刚感觉得到你在跟我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稍微感觉到是说其实啊东芝跟不管法国的国保企业啊 其实都还算好的了啦 你好像跟我讲到有一些国家甚至还发生政变啊 到底是什么国家这么可怜 日本跟法国他已经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为何 因为第一个美国对于他们长臂管辖 对长臂管辖其实后来也有人提出来叫做法律之名 对就是说美国在对付这些国家的时候 他只停留在法律层面去制裁这些国家 甚至于说用经济的方式 他还不会做到说更难看的一个局面 什么叫更难看 如果你知道在美国的后花园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有这么多国家的人民是非常反美 也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很多企业 基本上都是受到美资企业的影响 除了被影响以外 这些企业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个词汇叫做香蕉共和国 Banana Republic 为什么 因为过去在上个世纪冷战时期的时候 美国有两家非常重要的公司 一个叫做联合国品公司 另外一个叫标准博物公司 他们垄断了整个中南美洲的 国品出口市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南美洲所有的水果 都是由他们去收购 然后再出口到美国的 那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因为他们已经垄断了 所以他们就可以完全的去压制 采收人员的那个心血 所以当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冷战时期那时候 因为有苏联在竞争 所以其实很多国家陆陆续续 为了国内工人不要革命 推翻他们 所以他们就渐渐在改善工人的待遇 所以就要调高薪资啊 工作环境要调高啊 拉丁美洲有一些国家 像是宏都拉斯跟瓜里马拉 还有萨瓦都这些国家 他们一开始也是要改善农民的生活品质 所以其实有要求这些联合国品公司 去进行调整的 结果联合国品公司干嘛 不爽啊 不爽就直接干嘛 直接买通他们的政要 就有点像这种腐败嘛 选举上了以后 这些腐败的政要 就帮助联合国品公司 就是去镇压那些不听话的工人 哇 你镇压工人最后的结果就是民怨沸腾嘛 民怨沸腾接着就干嘛 选举就大败了 所以后来有几次就出现 就是有一些总统跟他们领导人 就要对那个联合国品开刀 联合国品就干嘛 反正他加大业 首先他自己聘用军队 他有佣兵 对对对 有佣兵以外的 他去跟谁合作 他跟CIA合作 哇 策动了好几起的政变 甚至于直接把人家总统给干掉 哈哈 民选的总统哦 天啊 然后当时的季辛吉 就我们很多台湾人认为都说 啊 美国人就是很重视民主嘛 那季辛吉那些人就是非常 鼓吹民主跟自由嘛 嗯 季辛吉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对自己选举不认真的选民 就是不负责的选民 去帮助他们实践民主 哈哈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领导人 如果不符合我美国人的利益 就代表你们这些人 没有尽你的民主责任 所以我们美国人 就要帮你们尽民主责任 帮你们换掉一个领导人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像是智利的总统 这个非常著名的 阿德耶总统 当时候他是属于左派总统 就是他一上台以后 他做了几件事情 他是想要改善人民的生活 其中一个就是直接 没收了美国企业在智利的采矿权 哇 你知道吧 当时智利主要出口两个很重要的矿业 这个铜矿跟销矿 因为当时美国在智利大多数的投资 都是矿业的完全垄断 阿联德他就把这些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 用他收回来的这些钱 重新改善名声 一改善名声以后 生活变好了 GDP提升了 美国看到这个就超级不爽 不爽以后就开始 疯狂制裁智利 所以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 智利有长达两年的时间 被美国经济制裁 美国甚至于为了要把智利的铜价压低 因为他主要是出口铜矿 美国就干了一件事情 他把他库存的铜量 散播在市场上 把整个铜价的市场压低 阿联德他透过卖铜矿赚的钱 去给予人民的福利就缩水了 所以整个智利的经济就垮掉了 垮掉了以后 美国还不满 他希望就是阿联德赶快下台 他就策动了智利内部的军人政变 智利这个国家 一开始他是有优厚的传统 阿联德在选举准备当上总统之前 其实美国人是不希望他选上当总统 所以就策划了好几起 希望军队政变的行动 当时候的智利有一个非常得高望重的 军事的领导人 他就说军人不干政 后来美国人就干了一件事情 暗杀这个军事领导人 结果呢 军事领导人被暗杀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继续强调守护宪法 然后整个智利人就因为这件事情投阿联德 所以你就知道 美国一直时时刻刻都想要搞掉阿联德 但是到最后 美国人还是得逞 最后阿联德怎样 美国人说陶总你当个懦夫 我就保你的性命 但阿联德他说我要继续当总统 他最后就是死在他的总统夫 你知道吗 美国的后花园好像很美好 他是拉丁美洲很多人的痛苦跟地狱 在美国的压迫之下 有多少拉丁美洲的人 是连基本的生存都过不好的 当我们的台湾人很多人在笑 笑那些所谓的中南美洲的人的时候 我真的有时候在想的就是说 有些人就说什么 阿这些国家的人民一定是懒惰阿 所以他们才发展不起来 看台湾就是懂得发展阿 懂得努力阿 我真的有时候很想直接讲一句话 有的时候不是说努不努力就能够变天的问题 而是人家给不给你努力的机会 但至少我看得到的一件事情 就举个例子来讲 像巴拿马 巴拿马的运河长期被美国控制 历经了巴拿马几任的领导人 终于从美国的嘴巴里面 把那个运河给夺回来 可是夺回来也是很惨烈的 美国人因为这件事情 直接出兵攻击巴拿马 然后把巴拿马当时做成的这个领导人 抓去美国关起来 国家的领导人被抓到美国关起来 对 就是他那场战争叫正义之师 为什么正义之师 就直接说 因为你的领导人贩卖毒品到美国 所以我们要把你这个领导人抓起来 这个真的是很夸张 他在全世界上 不管是从伊朗的领导人被暗杀 到后面的阿富汗 后来出兵阿富汗 到后面的叙利亚 全部都是这样子 这些他敢这样做的都是小国家 但是当他要面对一个中型国家 或者是一个大型国家说 美国他不敢这么直接的去抓 但是他一样会让你很有幸 像是阿尔斯通 像是日本 这一次孟晚舟可以不被判罪的释放回来 其实说实在话 是一件非常大的信号 这个信号象征的就是 美国对于中国的长臂管家 直接丧失了 他对俄罗斯还敢这样做 但他对中国不敢 俄罗斯最近就北溪二号的重要的企业的 这个也是高管阿 也是被抓啦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反映出来一个结果 为什么日本人会羡慕 讲个很现实的话 大国才有叫板的实力 日本跟法国的这些问题会出现 其实我觉得背后还反映了一个 就是说这两个国家过度依赖美国 所以就变成说 美国有办法对他予取予穷 美国人的强大跟美国人的繁荣 都是掠夺其他国家的努力得来的 那日本的东资跟这个所谓的法国 我觉得算是运气都还算OK啦 还保有生命啦 就管你个五年而已 对不对 就把你放出来 就是把你重要的部门把你买走 就可见啦 国家强盛是多么重要 而且最后啊 我刚刚听到陈老师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点 美国的长臂管辖 跟他的这种所谓的霸权 已经没办法影响中国大陆了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整件最大的key point 今天美国没办法影响中国大陆 回到两岸的问题 我就想问问看绝青 我们一直说 美国有机会保护我们 或者卖给我们武器 或者如果两岸真的开战了 他会不会来帮我们 所以经过这件事情 你觉得还有那个机会吗 而且啊更深入的去看啊 也就是美国也实施了非常多 他们自己国内法 然后套用在台湾嘛 这也是今天中国大陆 要努力把台湾拿回来最大的原因 就是美国透过台湾干涉中国大陆的内政 但是在这次孟晚舟的事件 证明已经怎么样 美国没有能力干预中国大陆 我讲一句话 在台面上的那些人 爱怎么讲 真的发生事情 他们绝不会有事 对 举一个例子来讲 如果这时候真的假设统一了 蔡英文说 好我加入共产党 你信不信他马上就翻红 那你们过去这些 跟着蔡英文后面党羽在攻击中国的人 你首先会怎么样 你首先绝对被清算 所以我这里奉劝 如果你只是在帮人家打工的 或者是你只是闲闲没事 在网路上乱讲话 真的最近讲话要注意一下 不然到时候真的发生巨变时 我想帮你找牌位都找不到 好这个ending下得非常好 那如果喜欢今天这集 就欢迎在 然后把我们订阅 也支持我们陈老师 如果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是打架和讲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